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生活中女人对情感的表达不像男人那么直接 有时候会口是心非 爱说反话 但是男人偏偏又是一根直长 女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很容易让误会越来越深 所以在生活中男人要学会识别女人说的话 揣摩女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不要被字面意思欺骗了 通常来说女人说这几句话 男人不要相信 很可能是反话 你要是按照她的意思做了 那事情可就真大了 一 我没生气啊 女人往往是心口不一的 她希望男人能猜到她的意思 如果男人做错了事情 或者做了一件让女人不满意的事情 被女人发现了 男人问女人是不是生气了 女人说我没生气啊 没事 没关系的 男人可千万不要相信 女人真的没事 这是一个圈套 她说这句话的同时 心里已经冒火了 她故意这样说 想让你自己坦白从宽 如实找来 好好认错 把事情原原本本解释清楚 要不然她就开始生闷气 跟你没完了 二 算了算了不买了 女人有时候做事情会很纠结 总会想得太多 导致自己没办法下决定 比如她看到心仪的衣服 或者包包很想买 但是价格比较贵 一直在犹豫 总是问你要不要买呢 不买吧 又舍不得心里很喜欢 买吧 价格又太贵了 所以总是问你的意见 其实她内心是想要你 帮她下个决心买回来 而你来一句 想买就买 不买就不买 或者喜欢就买 却没有任何要帮她买单的行动 她回你说 算了算了不买了 如果你理解她是 真的不想买了 那你就错了 其实她是生气了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借过她的手机 帮她付款 或者直接赚钱给她 三 不用管我 女人在很多时候都会用 不用管我这句话 其实她内心是很希望你管她的 如果你真的听她的 不管她 她心里会失落 比如 本来你们约好去哪里玩的 时间都已经安排好了 突然你哥们找你有事 要你过去一趟 你跟她说明情况 她说 你不用管我了 快去吧 如果你真的立马就去了 事后也不跟她说一些抱歉和补偿之类的话 她心里可能觉得你不在乎她了 虽然你会觉得女人这样有点矫情 但是女人就是这样 容易敏感 怕被忽视 四 你没错 是我的错 女人在说反话方面可能是天生就比男人有天赋 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和她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只要稍微观察就能明显感觉到她在说反话 比如你们有矛盾吵架了 两个人都在僵持着 她对你说 你没错 是我的错 再加上她那咄咄逼人的语气 下一步你就应该知道要干嘛了吧 赶紧调整态度 立马认错 重复认错 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 如果你是那种情商低非常木讷的男人 那只能说祝你好运了 五 讨厌你 讨厌你这句话 有时候女人说出来还带有一点暧昧的意思 平时看电视也会有这种情节 女人一边用小手收吹着男人的胸口 一般说 讨厌你 讨厌你 真的是讨厌吗 其实是对男人可爱又可恨 所以 如果女人对你说讨厌你 也许并不是真的讨厌你 要分清楚情况 比如 因为你出差很久 没有见面 她很想你 思念沉寂 等你回来 见到你说讨厌你 其实潜台词是 为什么你要出差那么久 我好想你 下次别再出差那么久了 六 不要听你的解释 两个人发生误会的时候 男人习惯性地进行解释 女人也会习惯性地拒绝 甚至捂住耳朵把你赶走 但是无论女人怎么闹 心里始终都在等一个合理的解释 男人一定不能落下 男人一定不能落下 不要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五千首事说不要 有的女人回来散步时拒绝牵手 但是男人可 不能真的让女人一个人走着 即使不牵手 但要过去搂着她 总之女人在跟你出去的时候 男人一定要做出点举动 让别人知道你们是情侣的 这样女人才会开心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